从今年开始 每年的4月16日是班海豹保护宣传日 班海豹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随着近年来生态逐渐向好 我国班海豹种群数量正逐年增加 班海豹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繁殖的奇族类动物 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30到35年 体长1.2米到2米 体重一般在100公斤左右 背部呈灰黑色并不有不规则的班点 班海豹每年冬季都会在辽东湾海域繁殖 遗传学和生态学研究显示 辽东湾班海豹有自己独特的遗传基因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具有重要力 班海豹在全世界有8个繁殖区域 辽东湾是我国唯一的一个繁殖区域 也是8个繁殖区域中最南端的一个繁殖区域 每年在1月下旬 2月上旬是班海豹的繁殖季节 2月下旬到4月份是它的一个捕育季节 这个期间就需要对班海豹加强保护和管理 辽宁大连班海豹保护区 是我国唯一的班海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随着保护力度加大 生态环境逐年向好 在保护区内班海豹数量逐年增加 今年观测到约400头班海豹顺利回归 辽东湾海域班海豹野外种群数量约为2000头 帮助于我们组设计的高温海豹